好 今天您關注民主黨主席柯文哲捲入的這個精華城必愛 在9月5號柯文哲遭到羈押禁見之後 現在過了一個週末了 律師團隊到底會不會在今天提出抗告 也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呢 因為根據規定來說呢 這個抗告書要在10天之內就要繳繳上去 因此最後的期限其實就是在這個禮拜六 也就是9月14號 那麼對此呢 這個抗告書對柯文哲來說是一個機會 如果抗告成功的話 就可以來走出台北看守所 並且是來開第三次的羈押庭 但是如果抗告駁回的話 勢必就得在看守所再待兩個月 當然這過程當中 律師團隊可以不斷的上檢方來申請無羈押必要性 但是呢 前提就是說這個無羈押必要性的條件要有具備足夠 也因此法界人士分析啊 其實這樣的機會是比較少的 好 現在呢 這個柯文哲遭到羈押禁見之後啊 檢方呢 要持續來追查他的金流 因為呢 現在他是被用這個圖利罪遭到羈押禁見 也因此呢 柯文哲在整個案件涉案過程當中 是不是還有更多的金流沒有被追出來呢 現在呢 檢方很有可能就會來從其他的被告下手 我們來幫大家整理了目前整個金華城壁案裡面還有其他在押的四名被告喔 幫大家整理一下包含呢 像是這個市議員映曉威啊 以及威京集團的董座小省審慶金 還有映曉威的助理吳順明 更是時任的前台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都是目前在押的被告當中 因此檢方不排除從他們身上找到破口 跟他們談成一個交易 比如說減輕量刑等等之類的 來追出柯文哲在整個金華城壁案裡面 是不是還有涉案其他更龐大的嫌疑喔 那麼目前我們掌握到這一消息 稍後如果有關於抗告的部分有最新狀況 我們會再幫大家掌握 先將時間還給台北部內 謝謝